佛山岭南天地一日游攻略 从广佛县祖庙站西出口出来 沿着马路走300米就来到了岭南天地 路过九行会馆 接着来到了龙塘师社 这里有长达12米的手工纸雕 走出龙塘师社就来到了正在举办市集的天地广场 这边是检视别墅 据说这里有200多年的历史哦 文会里驾驱屋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是岭南天地最有代表性的建筑 钟楼广场 最后来到了小石街 然后就可以拼命吃吃吃啦 佛山岭南天地一日游攻略 从广佛县祖庙站西出口出来 沿着马路走300米就来到了岭南天地 路过九行会馆 接着来到了龙塘师社 这里有长达12米的手工纸雕 走出龙塘师社就来到了正在举办市集的天地广场 这边是检视别墅 据说这里有200多年的历史哦 文会里驾驱屋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是岭南天地最有代表性的建筑 钟楼广场 最后来到了小石街 然后就可以拼命吃吃吃啦 放松车楼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